難道對民進黨來講 持續把韓國瑜跟賣台 連結在一起 真的有選票嗎 大家現在台灣人民 聽到賣台兩個字 還會相信有誰賣得了台灣嗎 這個事情我先跟大家報告 就是現在包含了陸委會的主委 副主委還有行政人相關的官員 都一直在跟大家講一件事情 就是說韓國瑜有可能回來之後 如果怎麼樣的話 最嚴重可以發50萬 或者是5年以下刑責 大家聽了會覺得很嚴重 我跟大家講 陳菊 西洋亭他們也都一樣 陳菊跟西洋亭如果跟韓國瑜 這一次他所講的如果什麼 如果叫做違反了陸委會再沒有授權 第一個陸委會沒有授權 第二個你私下跟大陸方面 進行任何刑事的簽署協議 你就有可能會面臨50萬元以下 或者是5年以下的刑責 如果有任何刑事的簽署協議 出發之前觀眾朋友都記得 陳明通他特別到高雄 蔡總統 蘇院長都一直講 你是地方首長 你不可以去簽署協議 韓國瑜也說我是去賣菜 我在拚外銷 總統拚外交 我就是去賣農漁產品 現在要講說我不相信你 你有可能在私底下 用任何形式的方式跟對岸 跟劉潔一 跟香港澳門的中聯辦的主任 你跟他簽署協議了 如果我們找到了這個證據的話 就會有這個問題 秋水正跟陳明通講的 所以這種假設 他只是單純假設 我假設你有 韓國瑜說他沒有 他有講 現在就拿出他有的證據來 就這麼簡單 拿出他違反了 現在所講的這個規定來 可是新聞已經漫開來了 第一個 韓國瑜他去了一個 打死都不能去的地方 叫中聯辦 孫後龍也多次跟大家講 中聯辦就是香港的特首 跟另外的跟北京當局的 這個聯繫的代辦單位 他今天去了以後 由香港的特區政府 在晚宴的時候 安排要跟中聯辦主任見面 說實在的 過去的政治人總是無法 去跨過這一條 會覺得回來可能會被講 但韓國瑜他不在乎 他覺得我就是去賣東西 再講更白一點 今天如果韓國瑜 他去簽署的這一些MOU跟協定 去賣菜的過程當中 中聯辦不予背書的話 後續可能會有問題 就是他可能那個約簽了以後 簽MOU 後續的這個買賣 可能也沒有辦法到位 所以就是說我去了香港 我去了澳門 我不但撤手 我也見中聯辦主任 這是一個務實的做法 但這是很政治敏感的 我先跟大家做這個界定 這種過程當中 你現在要不斷的新聞 去抹紅跟大家講說 他有可能被關 他有可能要罰錢 他可能違規 都是用假設性的方式 韓國瑜並沒有說他不要 包含了今天 今天這個就是少廷也在現場 我的了解報告對不對 今天想要看到昨天 許崑源議長講說 就說不要讓韓國瑜 去市議會報告這個事情 我跟大家講 一個市長 通常到市議會有三種狀況 第一個叫做一開始 開議的時候的施政報告 我是一個市長 我對市議會 代表市民監督的議員 報告我要如何在未來的 三年 四年當中去做施政 施政報告一種 給你一個書面報告 大家可以分時段抽籤來質詢 另外就是市政總質詢 議員可以排大概30分鐘 以上的時間 對於我要知道的東西 去比較長的時間來質詢 第三種 專案報告 一旦發生重大的事情 又或者是下雨了 或者是有重大 像這一次我覺得 觀眾朋友 港澳生下的這一次的行程 因為備受國人矚目 韓國瑜到高雄市議會 報告這一次的行程 是天經地義 合情合理 他應該去 許崑源也沒有不讓他去 許崑源的意思是說 你要求他在出美國之前 一定要馬上來 只剩10天就要去美國 他還有其他行程安排 也有試剩行程要走 這樣有一點就是來得太急 韓國瑜沒有說不要 他說坦然 而且他接受 可是今天是市議會裡面的議長說 要報告 等美國回來再報告 所以觀眾朋友 兩件事情其實是同一件事情 韓國瑜他現在 並沒有要被5年以下 或者是50萬 可是他要講得很嚴重 他有可能 如果照這個邏輯來講的話 陳菊也見了張志軍 然後謝航廷也見了董建華 謝航廷去見面 現場也有中台辦的這些成員 也有可能以任何形式簽署 我們現在不知道 因為看起來沒有 可是他有可能任何形式私下 所以如果我們找到 如果有 陳菊跟謝航廷也要被5年以下 這是一個基礎 第二個 韓國瑜去了這樣子 趕快現在回來不敢受監督 居然還要叫議長出來 幫他黨說不接受備詢 沒有 他說我願意去市議會 現在市議會裡面必須要做 市議會的決定 這點可能 趙廷會比我更清楚 沒有說不去 但是現在他時間快要出 就要出訪去美國了 所以等到時間 到時候方便的時候再去 韓國瑜本人連說 我美國回來再去都沒有 他只是完全尊重市議會 所以市議會裡面議長認為說 你不要現在臨時提出 就要馬上來 因為他行程上 早就已經跟你講有安排 所以這幾點 其實說實在的 在我看起來 都是政治上的操作 朱衛跟副爵講的並沒有錯 可是他講的這句話 對於任何一位曾經去到 大陸的政治人物都適用 因為每一個人曾經去了 公開的 這是公開的 有人是私下去 媒體根本要報導 他也有可能任何刑事 簽署協議 然後陸會沒授權 都是一樣的結果 所以今天並不是說 韓國瑜回來要被關 很多韓粉很緊張說 現在怎麼辦 我們一定要讓他選總統 所以選了總統以後 就是除了內地外患以外 所以陳志忠就直接告外患 所以總統一般的法令 他是不就舍的 所以基本上我覺得這事情 就是在防堵韓國瑜 認為韓國瑜他就是 已經是這樣看 國民黨方面可能 我不知道是不是大家都把賴清德 當成是2020年的參選人 我覺得應該是賴清德 民進黨方面顯然 那麼已經完全無視朱立倫跟王金平 就是找韓國瑜往死裡打 因為這個人他們怎麼看都覺得 應該會是國民黨2020年的總統參選 所以此刻不抹 更待何時 就算最後他沒有被5年以下 也沒有罰50萬 可是那個效果 在某些族群的印象中是有的 就是他好像是賣台的 他好像是紅紅的 他好像是對台灣利益 沒有去在乎 然後跑到中國大陸去以後 做盡這一些自貶身價的事情 跑進中台犯等等 都要先讓傷害跟印象造成 這是我現在目前看到的狀況 不過我們從事實 釐清的角度來看這個事情 因為大家都認為事實面是很重要 今天講出可能要罰50萬 可能有5年以下有期徒刑的是陸委會 是陸委會自己說如果有做違反兩岸人民關係條例 這個38吧還是哪一條的事情的話 就有這兩個處罰 所以現在大家會有個印象說 韓國瑜好像會被進行這兩個處罰 一個月內要韓國瑜提出一個書面報告 所以在韓國瑜提出報告之後 陸委會很快的就得告訴大家 你韓國瑜到底是不是要罰50萬 是不是有5年以下的徒刑 或者是還韓國瑜一個清白說沒有 從我們所瞭解的事證 我們所得到的資料或是證據 你韓國瑜完全沒有違反兩岸關係條例 所以你不用罰50萬 你也沒有5年以下 這個還是要由陸委會自己來承擔 你必須從這個報告當中 去回答大家的問題 那他到底有沒有 好 那如果今天他從這一個報告當中 認為韓國瑜要罰50萬 或是韓國瑜要抓去關 5年以下有期徒刑的話 大家會回去再檢視 之前陳菊 謝長廷去中聯辦 去跟國台辦主任見面的時候 是不是也是同樣的形式 同樣的內容 如果是這樣的話 同一標準的做法 是不是要確立 這第一件事 第二件事情 韓國瑜對於到市議會 去做專案報告這件事情 並沒有說他不去 只是議員要求的時間點 適不適當 這是由高雄市議會的議長覺得 時間不適當 因為他4月10號要到美國去 你要求他的時間 是4月1號以前是不是 少林 他們要求的時間 是什麼時間做專案報告 對 他要求4月初就要去 4月初 就4月1號施政報告以前 所以不過就是這兩天就要去 昨天才從機場回來 你要人家兩天以後 就跑到你的市議會 去報告我這一次所有的 工作內容的專案報告 時間上合不合理 是高雄市議會的議長覺得不合理 不是韓國瑜覺得不合理 所以現在事情到底怎麼樣決定 這個專案報告到市議會去 到底是什麼時候 現在本來這一個 兩岸工作小組 在上個月開會的時候 就應民進黨的要求 所以市長也現場才是 兩岸工作小組每半年 到議會報告一次 所以本來時間是在6月份 那就因為昨天 我們其實昨天 議會第一天是個預備會議 預備會議一般是不會提任何 跟預備性質沒有相關 但是民進黨的議員就是 一定要拿這個出來談 所以就把它提早到5月3號 大陸工作小組 會來針對這一次的大陸行 來做一些報告 但是韓國瑜市長 其實在第一時間 他就非常坦蕩蕩的說 好 你要我報告 我就報告 我要去講的 跟我一路上講的是一模一樣的 所以其實我們 昨天從廈門要回來的時候 我們都已經預測到了 高雄市議會的民進黨的東團 絕對會出這一招 他絕對會要求 韓國瑜市長來議會 說清楚 講明白 我覺得這一次所有這7天 韓國瑜市長到大陸去拚經濟 其實我講一句話 這是民進黨在演一齣連續劇 叫做韓國瑜賣台七日遊 就是這一齣連續劇 一開始其實這個編劇 就是把中聯辦把它妖魔化 然後把它講得好像是一個 無比權力制 權力非常厲害的一個 多高的一個機構 還可以指揮解放軍 還可以無孔不入這樣子 這是編劇先這樣編 然後韓國瑜在那邊 所做的經濟的事情 參觀自由貿易港區 然後去看軟建園區 他都不講 他就從頭到尾一直在講說 你怎麼可以去中聯辦這個事情 好